Hello大家好,我是王刚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 番茄酱的正宗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四个西红柿 在西红柿的表面依次划上十字花刀 然后加入开水没过西红柿浸泡十分钟 这样是为了更好的能剥掉西红柿的皮 十分钟之后将西红柿捞出放入盆中加入凉水透凉 透凉是为了防止烫手 然后我们将西红柿的皮剥干净 剥好之后再切成厚片备用 下一步我们开始准备辅料 准备洋葱半个切成细丝备用 西红柿和洋葱的比例是8比1 准备生姜一小块切成薄片放入盆中备用 然后将切好的西红柿放入料理机里面搅成汁备用 同学们可以尽量的搅细一些 然后将搅拌好的西红柿汁倒入碗中备用 下一步开始搅拌洋葱和生姜 姜葱汁搅拌好之后到处准备下一步制作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原料和油的比例是6比1 油温5成热之后加入准备好的姜葱酱 开中小火翻炒2分钟 这一步的目的是把姜葱汁的水分炒干爆香 2分钟之后加入准备好的番茄酱 然后开小火熬制10分钟 这一步必须小火熬制否则颜色不够鲜艳 同学们可以根据酱汁冒泡的程度来分辨干湿度 当水分蒸发至35%的时候开始调味 锅中加入食用盐一勺 加入白糖两勺提鲜 最后加入鸡精一勺 将所有调料翻炒均匀之后即可出锅冷却备用 一款非常美味的万能番茄酱就制作完成 下面开始番茄酱的技术总结 第一,最好选择颜色鲜艳熟透的西红柿 第二,必须选择洋葱不能用绿色的葱 否则颜色会有冲突 第三,全程必须用小火以防止炒糊 后续会跟同学们分享更多番茄味的菜品 番茄酱的技术总结完毕